水上摩托車沒錯,要坐兩個人 這樣,的確都有最棒的地方應該就是在這一帶 炎熱萊茵河畔 你們可以在這邊,夕陽下面聊天 這個海市,這個韓,韓式博物館 也很搶眼 原來這邊,牆是用彩色的 這個牆也是一樣,很彩色的 等一下,夕陽會越來越漂亮 現在天空上有飛機 這裡,村霧的 越飛越快 看起來好像很美 看起來好像很美 現在來了兩條大船 這條是比較小的 破,再破 接著來的就是大船 聖誕大 往下 內陸的重型航船 在台灣就不可能有 又來了大船,這個搬回的時候船最多 這是一個大的客運船 船上人很多很多,坐在甲板上 這個時候,夕陽快要下去了 後船經過 和樂對岸有一個,有人在放很大的風箏 因為從這裡看去就,就看那麼大 這風箏滿大的 現在河上有一條小船 很美的夕陽,要配上這個,河上的船 現在是下午8點40分 這個時候拍橋那邊的建築物還可以 有日光 就有點像新凱學們 這裏是丁學豆腐 2004年8月9號,晚上8點40分 很多人在這邊看西洋 又來一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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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夕陽很美,快要下去了 快要下去了 又有人走過去 後船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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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船又過來 在西洋 後船又過來 都頂到 旅遊 後船又過來 後船又過來 旅遊 我把他们的朋友们继续说 只是我试试 我试试一个 没想到 我试试一下 这有话 快下来 他 我卡 我卡 extent 我卡 你看 我卡 你卡 你卡 特别败 我要 我卡 如果我卡 你卡 這是在Duchel Tofu的奶映河畔 很美的太陽 現在可以直拍,因為太亮的直拍,鏡頭容易壞掉 這時候人越來越多 嗨 最後一拍了,太陽的最後一拍,剩下一半啦 現在來拍這邊餐廳的景象 現在是晚上,快接近九點啦 背頭看 很美的景色 現在是晚上,快接近九點啦 所以,現在還在唱 一個鐘頭前,我就從上面拍下來,他們在唱 這應該晚上有燈 會很漂亮 現在還沒有到時候 有一條萊銀河進來,經濟效益這麼大 這應該晚上有燈 隔上也有 船 船的餐廳 在這邊 他知道就在這裡吃就好啦 這條船 這條船進來是水士蛋 瑞士的巴西 進來做生意,都到這裡來 畫著瑞士的旗子 把旗子降下來了 這條船 大概是從瑞士來的船 他們是載著遊客來,而不是在這裡做生意 水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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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船過去 現在景色非常美 穿著 瑞士的 航海裝 航河裝 他們只有河 船看都是老人 他們比較有閒有錢 這條船上面 有酒吧 有健身房 打乒乓球的 這一個小郵輪 下面有餐廳 下面有餐廳 應該是有住房才對 晚上可以在那邊睡覺才對 真是享受 真是享受 這叫做Victoria 應該也是 游輪 小郵輪 這個 這個真的有三四個顏色 這裏因為沒有餐廳 就顯得比較寬敞 電視塔的燈已經開了 等一下暗的時候會更漂亮 這個它的房屋也有一點特色 現在已經晚上九點鐘了 現在已經晚上九點鐘了 快走到橋邊這邊的時候 光線很美 兩條船在這邊相會 從這邊彎過去 剛剛那地方很遠 這個紅色可能就是 整個河的警戒高度 最後的高度 要高 這裏有草地 很多人在這邊 看夕陽 黃黃 這車非常舒服 很涼快 現在已經快到橋下 但是這個橋要上去 還要走 相當遠 而且現在已經 早了 已經是晚上 九點十幾分 回到旅程還要半個鐘頭 所以大概 就到此為止 拍拍附近的景色吧 就是剛才兩條郵輪 就是剛才兩條郵輪 這個時候還這麼的亮 電視塔 這個燈常讓閃來閃去 下面的燈會一排一排 有時候全部亮 有時候不亮 有時候又跑得很快 現在 特別不知道大概有什麼作用 也不是電梯在走的 這裏有234公尺高 從這個草坡上拍下去 可以看到更寬闊的景 9點鐘的Dichertdorf來應河畔 9點鐘的Dichertdorf來應河畔 9點鐘 9點鐘 9點鐘